好,这个秀林乡公所殡葬葬管理所公告荣树公墓 14号开始族人可以开始起绝了 也预计在一年内起绝完成预计的基地 明年下半年进行规划设计动工 预计在112年完成启用荣树纳谷墙 来解决地方的目的不足的情况 秀林乡公所在9月14号这一天 公告荣树公墓族人可以开始起绝了 公所也依据补助办法来处理 专门可以自己选择葬仪设或是其他方式来进行 平常官员所承办人可以也在场 向专门说明整个取决规划和完成纳谷墙的所有流程 在做纳谷墙之前是我们要做取决 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是我们公告取决的时间 然后会预计到明年的5月31号 那今天是第一次公告 那明年会再第二次公告 就是清明节那一段 还再公告一次 那这段期间就是取决起来的话 我们这边有补助最高2万8 好2万8这样子 那我们的取决的范围 大概就是从那边 这个路的下面 从那边的木基 到这个地方这一棵 有虫了 这个地方然后往直 待会取决结束 我这边会拉紧接线 大家就知道接线在哪边 好那其实我们的公告那边也有说我们的木基的部分 就是可以取决的 取决的范围这样子 那它很像就是如果说 这边部分有一些就是石头的 然后是土葬然后石头的 然后我没有办法抄名字的 你们一定要跟我联系 好那我这边会过来会看 跟你们签名 然后知道木基在哪一边 这样子 好那时间差不多 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祈福 就是在取决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祈福的仪式 我们有请牧师 待会就天主教的传道师 好来 就是希望说这段期间的工作 能够顺遂 也谢谢家属能够配合我们 修影厂殡葬管理所这边 谢谢大家我们可以表示 13年之后就非常急迫的来推动 设置纳谷墙政策 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 和主人们沟通说明 为了就是要解决目的不足的情况 而这次荣树部落主人们 相当的配合所有的前世作业 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的取决作业 明年进行规划设计 预计在三年之内 能够完成设置纳谷墙 让荣树部落的主人们 让自己的先人 能够有舒适安全的环境安息 谢谢九云一群众老